在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喜爱食用玉米,这种营养丰富的古物不仅口感香甜,而且种类繁多,让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补充。 然而,在享受玉米美味的同时,我们会发现玉米虚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废物。 实际上,在中医眼中,这种看似无用的玉米虚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贝。 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如果坚持用来泡水喝,对于身体的好处是很多的。 有一种说法是一根玉米虚,堪称二两斤,这充分说明了玉米虚的珍贵和价值。 那么,玉米虚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玉米虚的营养价值 关于玉米虚的功效与作用,在我国传统医学典类滇南本草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据该书所述,玉米虚在中药中被视为一种具有多种功效的草本药材。 其主要药效包括清热沥尿、沥水消肿、降血压等作用。 对于一些肝肾不足引起的症状如二名。 头晕、血尿、瘾病、水肿等也有着一定的疗效。 玉米虚的性味为色为干,良性因此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常被用于治疗热症,如风热感冒等。 除此之外,玉米虚还具备丰富的营养价值。 矿物质 玉米虚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如钾、骨、铅、铜、铁等其中钾的含量较高。 糖类 玉米虚中含有的糖类主要包括葡萄糖、果糖和这糖等。 蛋白质 玉米虚中含有的蛋白质具有重要作用。 它可以维持血浆渗透压和肌肉等组织的形成,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脂质 玉米虚中含有一定量的脂质,包括脂肪和磷脂等。 维生素 玉米虚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B群、维生素C、维生素E和烟酸等。 一根玉米虚,堪称二两斤。 一根玉米虚,贵如两黄金这句俗语形象地描绘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所蕴含的财富和价值。 在这里,一根玉米虚和两黄金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比较,而是用这种形象的方式来说明某些被忽视的事物,可能拥有意想不到的价值。 夸张的手法也侧面反映出玉米虚的珍贵。 尽管听上去有些夸张,但玉米虚的营养价值确实不容小觑。 它汇集了玉米的诸多精华,坚持用玉米虚泡水喝。 对身体有许多益处。 比如,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玉米虚泡水喝,就能给身体带来四个好处。 用玉米虚煮水喝,或能解决这四个问题。 缓解尿贫尿痛。 玉米虚煮水喝可以缓解尿贫尿痛的症状。 这是因为玉米虚具有利尿、消水肿的作用,可以帮助排尿,从而减轻尿贫的症状。 此外,玉米虚还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如维生素K、黄酮类物质等。 这些物质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能够减轻尿痛的症状。 可以将适量的玉米虚加入开水中冲泡。 也可以将玉米虚与其他草药搭配在一起煮水饮用。 建议每日饮用1到2次,每次饮用量不宜过多,以300毫升左右为宜。 降血压。 玉米虚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 其次,玉米虚中还含有一种叫做灶带的物质。 它具有良好的降压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患者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此外,玉米虚还可以促进体内钠离子的排泄。 从而降低血压,同时,玉米虚中的一些成分可以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活性。 这种酶是身体内的一种重要激素转化酶,对于调节血压具有重要作用。 保护心脏。 玉米虚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如黄酮类化合物、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多糖等。 这些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 抗炎、抗血栓形成和降低血压等作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和心脏健康。 饮用玉米虚水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和血脂。 改善心血管功能、预防心脏病和中风等病症。 此外,玉米虚水还具有利尿、抗炎、抗肿瘤等多种作用。 对于人体健康有着全面的保健作用。 改善睡眠。 用玉米虚煮水喝。 可以改善睡眠,这是由于玉米虚具有安神。 养心的作用在中医理论中,心煮血脉、煮神明。 睡眠不好与心有关。 而玉米虚归心经,故可用于改善睡眠。 在饮用时,建议每天饮用一到二杯。 睡前饮用效果更佳。 对于失眠症状较轻的患者,连续饮用几天后可以明显改善睡眠质量。 而对于失眠症状较重的患者,建议长期坚持饮用。 并配合其他治疗方法,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玉米虚有搭档,搭配三物一起泡水喝。 好处或能翻倍。 玉米虚加蔓月酶。 蔓月酶富含抗氧化剂。 具有抗炎和降低尿路感染风险的作用。 与玉米虚一起泡水喝。 可能会提高抗氧化和抗炎效果。 玉米虚加柠檬。 柠檬富含维生素C和柠檬酸。 具有促进消化和抗氧化的作用。 将柠檬汁榨入泡好的玉米虚水中。 可能会增加维生素C的摄入。 增强消化和抗氧化效果。 玉米虚加蜂蜜。 蜂蜜具有抗菌和保护消化道粘膜的功效。 将适量的蜂蜜加入泡好的玉米虚水中。 可能会增强其抗菌和保护消化道的作用。 玉米虚煮水喝的注意事项。 不要过量使用玉米虚。 虽然玉米虚有很多好处。 但过量使用可能会导致不良反应。 甚至引起其他疾病。 不要空腹食用。 玉米虚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空腹食用可能导致肠胃不适。 不要在月经期间大量饮用。 月经期间大量饮用玉米虚可能会导致月经不畅。 甚至引起痛经。 不要用玉米虚替代药物。 如果有疾病需要药物治疗。 不要用玉米虚替代。 以免延误治疗。 玉米虚水可以天天喝吗? 玉米虚水是否可以天天喝? 需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进行判断。 对于血糖、血压、血脂较高以及存在肝炎。 胆道结石、黄胆、肾炎性水肿等情况的人群。 可以天天适量喝玉米虚水。 有利于驱失利尿、健脾止泻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 然而,对于血脚较低的人群, 则不建议天天喝玉米虚水否则由于利尿作用。 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出现低甲血症并出现乏力、心悸等不良症状。 另外,如果因为喝玉米虚水而出现恶心。 尿频、食欲下降等身体不适时,应立即停止喝玉米虚水并及时就医治疗。 不合理饮用玉米虚水或会带来三个危害。 损伤脾胃。 长期过量饮用玉米虚水可能会导致脾胃失和。 出现胃部不适、腹痛、腹泻等表现。 特别是对于脾胃较弱的人群。 长期过量饮用玉米虚水可能会加重肠胃问题。 血糖下降。 玉米虚水有一定的降糖作用。 如果低血糖患者长期大量饮用, 可能会造成血糖下降,引起低血糖反应。 血压降低。 对于低血压患者来说, 长期大量饮用玉米虚水可能因其降压效果而引起头晕、恶心、疲劳等不适。